因為現在規定無人機都要註冊 大於250克 就必須要註冊 不然 如果你發生事故他找不到人 嗨大家好 我現在來註冊我的無人機 大江Mavic Pro 好首先到這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無人機管理系統 自然人 我就是自然人 你說要插入健保卡 我的讀卡機在這 我的健保卡 好先插這個 那我就按這個健保卡登錄 元件未安裝 好裝一個 裝起來 這個跟絞碎一樣啊 絞碎好像也是要裝這個 好裝好了 那我現在檢測網頁看看 OK 看起來是正常的 好我檢測一下我的健保卡有沒有讀取到 讀取健保卡 好怪怪怪的 要用系統管理員的身份啦 他沒用到 好 先解壓縮再安裝啦 好 第三次裝了 檢測 無法讀取健保卡 怎麼辦 慌了 我看一下 裝置管理員 這個沒有啊 沒有驅動程式 好 裝一個啦 因為我這一台讀卡機 沒在這台電腦上用過 所以 第一次嘛 就會有這種問題 OK 我現在重新來 重新來 再重新來一次 我先裝 讀卡機的驅動程式 完成 看一下這裡 喔 智慧型讀卡機已經跑到這裡了 剛剛是問號 剛剛是驚嘆號上面這裡 現在已經下來了 我聞到成功的感覺了喔 喔 再裝上高那個 健保卡驗證元件 裝好了 然後再 檢測網頁一下 哎唷 讀卡成功 漂亮 好好好 回到 回到這裡來 好 現在正式開始 健保卡登錄 我現在卡印插進去了 OK 已經讀到我的資料了 密碼 密碼 不正確 密碼格式不正確 密碼格式不正確 那它沒有寫說格式是什麼 密碼格式不正確 密碼格式不正確 加一個大寫 有了 我剛剛都打小寫加數字不行 要有一個大寫 所以我就打一個 我自己都記不起來的密碼 不過應該也只會用這一次而已 他說驗證信已寄出 然後看看驗證信 哎喲 遙控無人機管理系統 感謝你使用 點擊這裡完成 點擊 電子郵件驗證成功 健保卡登入 出入剛剛的 密碼 現在看一下使用須知喔 註冊申請人必須是遙控機的所有人 我這是無人機的所有人 註冊前先確定 你的形式是否有完成登入檢驗 這個就是說 政府網站必須知道你在飛機是哪一台 也就是驗機驗車這樣 就跟汽車驗車一樣 因為這個大疆是大牌子的 所以他已經在這個清測中 所以這個不用管他 25公斤之下的 要登入就可以了 25公斤以上的 還要額外檢驗喔 這個一定25公斤以下 就用你他 檢驗申請 不具導航設備之無人機 於註冊前需完成產品登入 註冊跟登入 兩件事就對了 起飛重量25公斤以下 具導航設備之無人機 引辦理產品登入 25以上的話要檢驗 有點複雜 好管他了 等一下註冊了 對就是你要是自然人 這費用是一台50塊 那現在目前是優惠中 今年9月30前註冊免費 我們就開始 請先觀看 短片並通過牛刀小事後 才可以註冊喔 請觀看短片114秒 一起看 遙控五人機使用規範 請在安全的地方玩 更多資訊請查詢民用航空局網站 好看完了 基本上就是 你飛大的需要有操作證 還有一些不要飛在集會的上空啊 或是鐵路的上空 大概就這樣吧 但是他有一句話 我覺得不太對喔 他說 請安全的玩 誰說我在玩 我是在飛行 OK 下一步 啊 考試耶 自然人所有的無人機 最大起飛重量超過多少 好 許把你註冊 應該就是250吧 註冊喔 他不是說操作證喔 如果是15公斤以上 就是要操作證 申請操作證的時候呢 就是你飛15公斤以上的 觸科測驗應於 學科測驗 多久內完成 不太記得 30吧 我亂猜的 術科測驗不及格 幾日可以申請復冊 好 一個月啦 衝 啊 錯錯錯錯了 還好 大家給個機會 好 這個我就不理他啦 因為我不會去用這個 唉唷 恭喜全部答對 好 填寫本頁面的時候 你先想一想 你的無人機是市售廠牌還是自製 我是市售廠牌 我是土袍的 如果是屬於自製的話 不看啦 因為我不是那一個 完成本頁面後 可香儲存再往下 好 那我儲存 必須新增無人機 欸欸 喔對 新增一筆 好來了 廠牌 它將 形式 Mavic Pro 序號 好 輸入了 可是很奇怪啊 給你看 我這裡按了 可是我這確定按不下去啊 欸好像又可以了 很奇怪 它剛才確定根本就 怪怪的 那個按鈕不太對 喔 這是我這一台的 一些數據喔 不錯 好 我已經新增我的 無人機上去了 儲存 儲存成功 它剛說要把它存起來 下一步 入冊0塊錢 免費的讚 確定後不得再修改 喔確定 恭喜你完成申請 請儘快繳費 欸 0塊 那怎麼按 線上繳費 該筆資料無需繳費 OK 接著 這個 註冊移動查詢 裡面有一個 列印註冊標籤 好 列印 哎唷 好 這就是我的 粉粉症啦 我的 車牌號吧 那接下來 我就要去便利商店 把它印出來 再把它貼到無人機上 就OK了 大家好 我已經把 我的 QR Code 給印出來了 那 我自己稍微編輯一下 因為這一頁 在十分里那邊印一頁三塊錢 那我想要有各種大小 後來再慢慢挑 所以我就 印了這樣 全部都是一樣的 我覺得貼在上面比較好 貼在這邊 那我現在就從這裡面 挑一個來貼 然後貼一個小一點的就好了 好我就決定貼這個這麼大 這個大概五塊錢大小 再把它剪下來 這個就跟那個 汽車車牌很像 如果說你飛機撞到的話 或是掉到人家家 或是 有什麼意外的話 人家就可以用這台飛機 就可以用這QR Code 找到是誰註冊的 應該是讓大家不要亂飛啦 好 這樣就貼好了 所以這台飛機就是 我已經註冊啦 覺得貼得還不錯 那我現在要測試看看 能不能掃描得到我的資料 開一個QR Code 比! 比! 唷! Yeah 有了 就閃買到我注冊的 那我的空拍機 就已經注冊完了 以後就可以 合法的安全飛行的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